來 先請問一下寶玉姐 我們《回家把2》呢 每一集都有非常多令人感動的故事 跟了那麼多明星回家 你自己覺得自己感受是怎麼樣 印象最深的會又是什麼呢 喔 你這樣 你根本就是挖洞給我跳耶 沒有 你車開來的到底是誰呢 一定是一位巨星啦 他就是以我們《回家把2》 入圍生活風格節目主持人獎的 曾寶怡 和入圍生活風格節目獎的製作團隊 對 寶玉姐出道27年了 第九次入圍金鐘獎 也曾經獲得第48屆 綜合節目主持人獎 主持人的能力 當然是有目共睹的 今年在《回家把2》的節目當中 情感真摯且豐富 在自然的節奏下 故事走得更溫暖 感動 深深吸引評審的目光 歡迎寶玉姐 歡迎 身材怎麼那麼好 皮膚下來 這個麥克風比較適合你高度 來 歡迎 我今天這麼高耶 不是 那個太高了嘛對不對 來 先請問一下寶玉姐 我們《回家把2》呢 每一集都有非常 多令人感動的故事 跟了那麼多明星回家 你自己覺得 自己感受是怎麼樣 印象最深的會又是什麼呢 你這樣 你根本就是挖洞給我跳耶 沒有 你這麼厲害耶 沒有 我一定會說 其實每一個嘉賓 都有分別讓我感動的地方 但我其實最感動的 應該是這些嘉賓 跟他們家人相處 尤其是跟媽媽相處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些來賓 突然就變成小孩子的那個感覺 那跟他們在舞台上 哇 一氣風發的感覺 是完全不一樣 每個人回家都會變成孩子 真的 我想要舉手發言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阿翰 因為阿翰用他 真正的他 終於不是用角色裡面的他 所以那個時候我每一次看我都還是會 一直鼻酸很感動 真的很謝謝你們 那聽說寶儀姐 明天會有精彩的表演 要不要小小透露一下有沒有厲害的地方 期待一下 不要透露 因為明天你一定要看 而且要從開頭就開始看 真的 從紅毯的第一秒就要開始看 一分一秒都不能錯過對不對 明天真的非常精彩 就跟我們回家把二一樣 一分一秒不能錯過對不對 就說會越來越精彩吧 很會講話耶 不是嘛 因為你知道嗎 嘉芸在第一集節目當中說過 他就說 我們好像聞到了金鐘獎的味道了 怎麼樣 今天有聞到嗎 我聞到金鐘獎台上 都是我們回家把的味道 鼻子很鈴 他說他 其實我直接翻譯 他就是 聞到了得獎的味道 怎麼會有一個人 第一次站上紅毯就這麼臭屁 不會啊 誰教你的 有信心是非常好的事對不對 因為跟當時我看到影片講的話 一模一樣 然後也是被寶儀姐制止 對 他就是一個滿表裡如一的人 對啊 真的很謝謝你們 希望你們今晚 真的能夠聞到金鐘獎得獎的味道喔 今天 既然來了當然是希望能夠得獎 但是如果要問我的話 我會更希望節目能夠得獎 因為 節目得獎的話 表示所有工作人員的努力 都被肯定了 那個是 我們這個團隊最開心的事情 畢竟我們是一個 療癒旅行團 我們回家吧 那 明天 其實我花更多的時間在準備明天 不管是紅毯啊 或者是主持啊 服裝啊 或者是我的講稿啊 真的花了很多心血 請大家務必 從星光大到的第一秒 就開始收看 一直到典禮結束 因為明天真的 無比精彩 而且星光翼翼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